小伙伴们好呀 我是最最可爱的美丽与智慧齐飞的花极少女娘子 今天娘子要讲的是一部17岁少女爱上70岁老人的电影云娇 男主铁柱是一个满腹才华的诗人 已经年近七旬 他抛弃了繁华都市的喧嚣 隐居在一处山林中的别墅里 平时只和自己的弟子小黑来往 由小黑照顾他的衣食起居 小黑跟着老师学习了很久 但自己的写作水平依旧没有什么长进 为了帮助小黑 老铁替小黑代写了一篇作品 小黑也因此成为了文坛新秀 一天老铁和小黑回家 看到了自己家院子的椅子上 躺着一个少女 女孩美好单纯的样子 仿佛一个天使 坠落在了自己家小小的院子里 这一幕让老铁不禁看呆了 少女走了之后 成名的小黑不再想跟着老师隐居 决定请一个保姆替自己照顾老师 于是他找来了之前 出现在老师家的少女银娇 银娇的到来 打破了老铁和小黑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 它就像是一株清晨 带着露珠含苞带放的花朵 身上带着老铁早已逝去的青春和活力 望着银娇青春活力的样子 老铁那颗尘封多年的心 似乎又一次跳动起来 而17岁的银娇家庭并不幸福 它敏感而又脆弱 在一次被妈妈虐待之后 它逃到了唯一可以让自己 获得安全感的老铁家 夜里电闪雷鸣 害怕的银娇悄悄地从沙发上 跑进了老铁的卧室 钻进了老铁的被子 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 蜷缩在老铁的身旁 当第二天 老铁在自己的被子里 发现熟睡的银娇时 银家的年轻与美好 就展现在自己面前 连同他身上纹的那只鹰 都在不断地引诱着老铁深藏的欲望 这时小黑来到老师家 他震惊地发现 70岁的老师 竟然和这个17岁的女孩 关系暧昧不清 与此同时 自己在老师心中的地位 也逐渐下降 不甘心的小黑 在之后的日子里 不断地找银娇的麻烦 企图赶走银娇 在一次三人同行去山上时 小黑故意吓唬银娇 导致银娇的小镜子掉落山崖 但是他妈妈送给他的 第一个生日礼物 心急如焚的银娇 和小黑争吵了起来 这时老铁冒着生命危险 给银娇捡回了镜子 这让银娇非常的感动 当老铁夸在银娇 胸前的那只鹰很好看之后 银娇也在老铁身上 画了一只鹰 躺在银娇腿上的老铁 感受着扑面而来的青春的气息 一边幻想着 自己重回年轻时候的样子 在幻想中 他和银娇在阳光下追逐打闹 在书房里做广播体操 但是幻想终归是幻想 老铁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们之间 横跃的是半个世纪的距离 他深藏着自己 对银娇的所有美好想象 除了对银娇好 自己不能越轨半步 老铁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这些美好的想象 都写成文字 深深地埋在自己心里 而学艺不经的小黑 依旧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 他把一切都归结在银娇的身上 并且一而再 再而三地找银娇的麻烦 一次意外 让小黑发现了老师 藏在箱子里 为银娇写的文稿 小黑翻看着老师的作品 不禁惊叹老师的文笔与才华 贪婪让小黑偷走了老师的作品 并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 当老铁得知一切质问小黑时 小黑竟然大言不惭地说 之前已经代写过一个作品 再写一个又能怎样呢 当银娇看了这部作品之后 他很快就明白 书里写的那个少女就是自己 他以为这一切都是小黑写给自己的情书 当银娇质问小黑 是不是喜欢自己的时候 小黑又一次无耻地承认了 从小缺爱的银娇 感受到了被人关爱的幸福 他选择了和小黑在一起 而老铁看着自己的作品被剽窃 自己喜欢的银娇和小黑在自己的书房里亲热 他内心所有对美好的向往瞬间崩塌 仇恨让老铁扎破了小黑的车胎 并松动了自己车子的方向盘 当小黑开着老师的车子上路之后 很快就出了一个小的车祸 修理工告诉小黑 这个车子的方向盘被人松动过 小黑立刻就明白了 这是老师干的 于是气急败坏地想要赶回去质问老师 不想半路上却出了车祸 车毁人亡 小黑死了之后 老铁烧毁了自己的手稿 并向盈娇说出了所有的真相 此时的少女再一次重读那本盈娇 才真正地领悟到 书中的一切都是老铁对自己的爱意 当盈娇拿着鲜花来看老铁时 老铁的家已经凌乱不堪 许久没有人打扫 老铁孤寂地躺在床上不肯面对盈娇 直到盈娇离开 她才说出一句 走好我的盈娇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或许时间才是爱情最难逾越的鸿沟 我是疯一样的娘子 爱你没有摸摸哒 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